在整個台灣或是全球在講高齡化 不要一開始就想到高齡化就會被照顧 不一定 透過運動 透過動健康 透過健康促進 盡可能讓被照顧的那一段的時間 可以盡量的縮小 年紀大的長輩他很疼惜這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不希望還要造成年輕人在上班 在工作的一些困擾 他會自我規劃他自己的生活 他還是希望有一些同時性相同的一起生活 他在這個地方變成有一些新的一群的朋友 新的同伴同學 所以這是人生最快樂的 日吃不老莊耶 日中生在規劃他有一棟 A棟的熱陶肌三支館 專門去提供機家服務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提供社區服務的這樣的概念 這是在很多台灣的社區是沒有的 他在軟體的部分 就是從食衣自行 抑熱 醫療 食鹽的這一塊 幾乎都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 有三加一的功能 第一個它是一個大家庭的功能 再講個比較白一點 它不是醫院 它也不是飯店 它是家 這個在整個核心在設計上它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是非常好的重點就是學校成長的功能 每一個人都需要再繼續成長 教育這個是高齡者他去找到他的人生的舞台 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這個舞台就是我們語言計畫講說 活到老 學到老 也可以服務到老 這個舞台是讓他在表現他過去人生一生當中 他所累積的專業知識 他都可以在人生的舞台當中去展示出來的 第三個功能它有醫療 年紀大的以後的長輩 慢慢慢慢會有一些輕微的 或是逐步逐步增加的慢性疾病 所以會有診所 會有醫院的特約支援 或者獲送的立設通道 最後一個剛才有講三加一 又特別安排了家屬陪伴方 家人到這個地方來 不是短暫的幾個小時 責任設的探望一下 它有一點點像度假中心 有一點像飯店的概念 不需要你來又回去 這個匆匆忙忙 所以距離就不是問題 安癢中心跟日生生所設計的這個 是有很多的差異的 退休或者是年紀比較大了 這是越來越成熟耶 不一定就是老耶 我現在的心境的想法就是說 身心靈都還非常的活潑 開始去整理過去所有的做過的事情 學過的東西 怎麼樣去把它比較集體化 可以去分享或去服務這個社會 跟聖舷總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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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